大家好,我是小颖 老姨被最爱的下韭菜 如今却被众人冷落 年轻人,吃多了不好 老话说得好 岁月是把杀猪刀,刀刀催人了 眨眼间,老鱼在小朋友的嘴里也变成了大爷 甚至连聚叔叔都混不上 每次和朋友一起聚餐吃饭 看到身边玩耍的孩子 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记得我小时候,家中来课 孩子们是捞不着上桌吃饭的 只能在下面眼巴巴地看着大人在那里拔酒言欢 等酒过三巡,才能就着盛才吃饭 当然,有时候母亲在做菜时 如果量多,也会流出一点 让我们解解馋 那或,我认为最好吃的菜 就是家中来课后的下酒菜 因为大多都是肉菜 每一样都能勾起肚子里的蝉虫 每一口都能让我细细的品味 甚至到了现在 再吃这样的下酒菜 还是觉得好吃美味 不过吃不动了 时过境迁,如今生活条件好了 尤其是家中再来客人 孩子也是可以上桌一起吃饭了 不过,对于下酒菜 却有着很大的变化 过去老一辈的人喜欢的下酒菜 如今却被很多年轻人冷落 甚至有不少年轻朋友说 这样的下酒菜吃多了不好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老一辈人的下酒菜 大家看看都喜欢吃吗 凉拌猪耳 老一辈对凉拌猪耳情有独钟 但凡家里有条件的 喝酒的时候保准会拌上一盘 因为猪耳的价格不便宜 所以,一般都是用葱丝 黄瓜丝 香菜段一起拌食 满满当当一盘子 不仅色香味俱全 一口下去 肉香骨萃 再滋拉一口小酒 完美 但是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 这样的下酒菜 远没有麻辣小龙虾更加的吸引人 沾足了料汁的小龙虾 做一口浑身舒坦 尤其是手嘴病用 贼过瘾 难怪老鱼的小舅子说 吃小龙虾戴手套吃是没有灵魂的 说白了 猪耳再香 但味道远没有小龙虾给予味蕾上的冲击强烈 这或许就是被冷落的原因之一吧 凉拌猪耳朵的做法 一 准备生猪耳朵一个 凉拌猪耳朵 配料 生姜 大葱 各种大料 花椒 小茴香 香片 八角等等 二 猪耳朵冷水下锅 放入各种大料 加入料酒 酱油 老抽 冰糖 盐 炖煮20分钟左右 猪耳不能煮太久 如果煮得太久 会失去爽脆的口感 三 准备一盆冰水 将煮好的猪耳朵迅速放入冰水中浸泡 这一步可以使猪耳朵不要变得太软糯 影响口感 四 黄瓜切丝 或者准备其他配菜也行 五 碗里放入辣椒面 盐 糖 蒜泥 胡椒粉 六 浇上刚烧热的油 搅拌均匀 加入酱油 蚝油 香醋 香喷喷的料汁就做好了 七 等猪耳朵完全冷透后 切片装盘 八 浇上料汁 就可以和心爱的人一起享用了 酱猪肝 老一辈人把酱猪肝不仅当作下酒菜 更是当成可以细细品味的一道美味 夹一片猪肝 细嚼慢咽 猪肝的苦 香 咸 糯 在口腔里尽情地释放 咽下之后 再抿上一口小酒 接着再吃上一片猪肝 这样的循环 在老一辈人独自饮酒时 常这么干 这就是老一辈人的 一人我饮酒醉的境界 但是 猪肝在老一辈人眼中是美味 对于年轻人来说 却是极为难吃的菜 尤其是一口下去 把人咽个半死 苦不拉击的 有啥吃头 可以说 从吃猪肝上 就能看出上下之间的代沟了 这也是这道老一辈人眼中的美味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吃的主要原因之一了 酱猪肝的做法 用料 猪肝 大蒜 葱段 姜片 肉桂 大料 老抽 盐 生抽 料酒 豆腐乳 甜面酱 草果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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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生猪肝 去除筋头和筋膜 凉水浸泡两小时 辅料备好待用 将浸泡过的猪肝冷水入锅煮开 大约10分钟后 用筷子清压 没有血水浸出即可 取甜面酱两勺 加入料酒 食盐 加入豆腐乳拌匀 冷水烧开 倒入拌好的酱料 加入辅料 将煮好的猪肝放入锅中 中火煮半小时即可关火 关火后 将汤汁和猪肝一起放入另一容器中 浸泡放凉 大约浸泡一夜 就可以入味了 酱好的猪肝切片 粘料就可以上锅了 小贴士 猪肝不易敬味 所以可以多放点盐 多浸泡一段时间 不用担心咸 卤料注意不要贪多 必要的调味即可 否则卤料味会盖住食材的味道 宣宾夺主 卤猪肺 猪肺一直是老一辈人眼中 最物美价廉的下酒菜之一 它虽然是荤菜 但却和素菜一个价 对于过去家境一般的人来说 一盘卤猪肺是顶好的下酒菜了 酱卤好的猪肺 入口咸香且嚼劲十足 尤其是吃到里面的脆脆的气管 就像吃脆骨一样 口味重的 沾上蒜泥 下酒又下饭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认为猪肺是最脏的食物之一 因为里面稀小的管道太多 如果清洗不干净 想想都可怕 说白了 这就是饮食理念不同 所以 在老一辈人眼中 如此美味的猪肺 年轻人却不愿意吃 卤猪肺的制作材料 主料 猪肺2500克 调料 盐30克 白皮大蒜15克 酱油20克 大葱15克 姜15克 花椒5克 八角5克 丁香2克 小茴香子3克 草果3克 沙仁3克 桂皮3克 肉豆蔻3克 橙皮3克 卤猪肺的做法 一 将猪肺清洗干净 放入开水锅内 加蒜煮10分钟捞出 用清水洗一下 晾干水分备用 二 把精盐 酱油 药带 放入成有2.5千克清水的锅中烧开 撇去浮沫 煮成卤汁 三 将加工好的猪肺放入卤汁锅中烧开 然后用慢火煮 待熟后 离开火源 冷却 即为成品 猪头肉 猪头肉在老一辈人的心中 可以被誉为四大下酒菜之一的 其地位至今不可撼动 老鱼记得小时候 父亲带着我去菜市场买菜 看到有卖猪头肉的 就会买上一斤 回家的路上 你一口 我一口 没到家门口 一斤猪头肉就吃光了 那叫一个满足 那叫一个香啊 如果是买不到太肥的 回到家切成片 加点酱油 蒸一蒸 下酒又下饭 特别是夹在馒头里 太香了 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很少有人还能喜欢吃这一口 对于他们来说 太腻太肥了 而且这样的吃法也太不健康了 如今的年轻人喜欢轻食 喜欢清淡的饮食 猪头肉的做法 主料 猪头一个 常用调料适量 一 将猪头置尽后劈开 割除耳圈 眼角 淋巴结块 鼻肉软骨及杂物 猪脑另做他用 将剔去骨的猪头肉切成五块 放入锅中 反复刮洗 去除杂物血污后 放清水锅中 焯水20分钟 再捞出洗净 二 将焯水洗净的猪头肉 放清水锅中 连同头骨一起煮开 撇去浮沫 煮至五成熟 捞出烧凉 改其紫块 汤倒入盆中 澄清待用 三 另取浸锅上火 加白糖炒成糖色 盛入碗中待用 接着将澄清的原汤放入锅中 放入猪头肉 加糖色 酱油 白糖 金盐 少酒 调好色 用纱布袋 装入八角 花椒 小茴香 丁香 桂皮 葱姜 扎好放入锅中 小火将猪头肉焖至酥烂 除去浮油 然后大火浓稠汤汁集成 其实 老一辈的下酒菜 如今被年轻人冷落 我认为有凉店 一是口味不同 如今流行的下酒菜 以麻辣为主 二是饮食观念不同 老一辈肉越肥 越香越好 现在不缺这口吃的了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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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